歡迎收聽大紀元新聞 請聽大紀元記者張婷綜合報導 台灣F-16V監控中共殲-16和轟-6視頻曝光 台灣總統賴清德就職後 中共部署海陸空部隊和火箭軍 在台灣及金馬周邊 進行聯合力艦2024A軍演 不過 台灣民眾對軍演表現淡定 更令人關注的是 台灣F-16V監控中共G-16和轟-6的視頻顯示 台軍可以隨時擊落中共戰機 台灣國防部週六表示 台灣軍方在週五 5月24日早上6點到週六早上6點期間 在台灣周邊空域共徵獲62架次中共軍機 和27艘次中共艦艇 其中 於越被侍衛兩岸非正式分界線的台海中線 和進入台灣西南、東南及東部空域的中共軍機 共47架次 台軍則運用任務機 艦級暗置導彈系統 嚴密監控與應對 台灣國防部週五公布了 台灣空軍減派任務機 監控中共殲-16型機和轟-6型機的視頻畫面 視頻顯示了台灣F-16V型戰機 牢牢鎖定中共殲-16戰機和轟-6轟炸機的場景 從畫面中看 台軍當時只要一按導彈發射按鈕 就可將中共戰機擊落 據台灣媒體報導說 這些畫面是由F-16V戰機攜帶的AAT-33狙擊手夾艙所拍攝 清楚標定中共軍機的影像 美國在2018年的對台軍售案向台灣出售18具Snapper Advanced Targeting Pod 狙擊標定夾艙 可大幅提升台灣F-16V戰機在日間及夜間對地攻擊能力 《台灣自由時報》當時報導說 標定夾艙能讓飛行員在遠距離精準標定目標 並將高畫質影像傳回作戰指揮中心 美國各型主力戰機及轟炸機均全面配置此型夾艙 這款性能先進的狙擊標定夾艙 可在15000米的高空偵測地面目標 準確度是台灣空軍現役Lantern夾艙的10倍 偵測距離可達5倍 駕駛可準確攻擊 大幅提高攻擊效力 減少非軍事人員傷亡 隸屬於台灣國防部的軍文社 在社交媒體平台X上 發布了F-16V鎖定殲16戰機和轟6轟炸機的視頻後 引發網友熱議 一個名為Party Journal的網友說 對方軍演也是我們練習的機會 一旦開戰全部擊落 網友謝利福說 百姓湊熱鬧 行家看門道 在我看來是台灣跟美國買的最新空軍裝備到貨了 是什麼自己去猜 有了這個 戰機可以不用開雷達 就鎖定敵機 美軍的FA18億曾用這玩意 在演習對抗中成功模擬擊落F-22隱形戰機 X平台上還有更多評論 一些網友認為 視頻顯示 台軍只要一按開關 就會擊落所瞄準的中共軍機 就是要這樣 就差發射飛彈了 中共就是制止老虎 準備就緒 只差一件 美國公共電視網新聞時刻 外國事務和防務記者尼克、西夫林 週六在X平台上發帖說 國防部高級官員對中共軍隊的台灣活動表示蔑視 這位官員說 每當他們進行此類演習時 我們就能更深入地了解他們的部隊是如何運作的 事實上 這些活動表明 PLA、中共軍隊要成功實施他們正在演練的那種行動 是多麼困難 擁有2300萬人口的台灣生活在中共軍演期間一切如常 民眾沒有明顯擔憂的跡象 數十年來 台灣人對中共威脅早就習以未常 下面請聽大紀元記者李靖綜合報導 大陸新網紅鍋有才火遍全網 背後推手是誰 被稱為何則樹哥的鍋有才因翻唱諾言 火遍全網 短時間內掌粉千萬 但涉及歌曲版權爭議和流量質疑也隨之而來 而隨著郭有才爆火出圈的何則南戰 從爆火到冷清僅僅用了12天 郭有才獻親權爭議 直播間關閉打賞 5月23日上午 郭有才在山東何則國花博覽園廣場準時開播 同日下午 他在個人社交平台上發布了自己的第一首原創歌曲 據中心網報導 郭有才的直播間關閉了打賞功能 此前 郭有才因翻唱諾言火遍全網 短時間內掌粉千萬 不過 和流量一起到來的是亂象和質疑 關於他在直播間內翻唱老哥 接受大量打賞是否涉及侵權也引發爭議 《新京報》25日報導 歌曲諾言作詞人丁曉雯近日稱 郭有才翻唱是商業行為 應將利潤合理分配給歌曲創作人 郭有才幾乎每天都會直播 往往有粉絲點歌 他來演唱 直播間內打賞不斷 其發布的翻唱視頻和直播中 基本都未著名原唱及辞曲作者 這也引起了這種行為是否涉及侵權的爭議 一些人認為郭有才翻唱屬於盈利性質 已涉嫌侵權 也有人疑惑 那麼多主播直播時唱歌或配樂 難道都侵權了? 事實上 網紅在直播間翻唱歌曲 或將歌曲用作背景音樂的情況 語見不顯 此前已有多位主播因此倍速侵權 也有直播平台被起訴 郭有才被曝於MCN機構 簽約費高達5000萬元 據《界面新聞》報道 和郭有才合作的山東合作服務商負責人稱 5月的走紅病沒有投流 沒花一分錢 關於商業收入 最好的幾場直播裡 賬號打賞收入高達上百萬 另據中心經委24日報道 查詢發現 目前郭有才抖音賬號 擁有1895個專屬會員 而開通單月會員需要980鑽石 也就是140元 開通年費會員需要11760個鑽石 也就是1680元 據抖音官方客服解釋 直播間專屬會員的基礎分成比例 為50% 按照價格最低的月會員來算 郭有才目前在會員收益這方面 至少可以獲得13.2萬元 報導援引消息稱 郭有才被當地一家MCN機構簽約 簽約費高達5000萬元 不過 此信息未得到證實 實際上 郭有才本名郭壯 出生於1999年 在走紅前 白天直播唱歌 晚上擺攤賣燒烤 是他的日常工作 他從2023年12月26日開始直播 直到今年5月9日 憑藉一首翻唱版的諾言迅速出圈 身著20世紀90年代的服裝 輸著大背頭 郭有才直播唱歌時的造型 讓人不禁想起演員王寶強 在電影《樹先生》裡的打扮 他本人更是自稱何則樹格 郭有才直播場地轉移 何則南站從爆火到冷清 僅僅12天 5月25日 郭有才身邊有人告訴上游新聞 郭有才應該不會再回到何則南站 南站那邊不能用了 不回了 從5月9日隨著郭有才爆火出圈 到5月20日主動放棄破天流量 在何則南站只用了12天 隨著郭有才爆火後 轉戰國花博覽園 何則南站重新變得冷清起來 再也不見追隨郭有才曾熱度的大批主播 現場只有少數前來打卡拍照的遊客 及收拾行李準備離開的小攤販們 何則南站建於1978年 但早在十多年前就已停運 在郭有才爆火之前 站前廣場在晚上漆黑一片 人機罕至 今年5月 郭有才的一首諾言 讓這裡成為了網紅打卡地 據租賃場地 給郭有才直播的南站大叔介紹 4月17日 郭有才第一次到南站廣場直播 前三天直播 一個觀眾都沒有 第四天來了三個女的 後來人一天天增多 本地外地的都來了 據相關數據顯示 5月9日之前 郭有才的直播並無太大起色 一天收入不到300元 5月10日起 帳號郭有才 何則樹哥 開始高速漲粉 14、15、16日三天 日均漲粉超100萬 截至18日前 郭有才抖音帳號已擁有 791.1萬粉絲 九天漲粉700萬 隨著郭有才爆火 何則南站也迅速成了巨大的流量場 全國的主播從四面八方蜂拥而至 各路網紅也紮堆上場 他們有人扮成哪吒、孫悟空、季工 還有人表演時裝秀、熱舞等 群魔亂舞的視頻很快引來爭議 5月17日 何則文化旅遊發視頻稱 郭有才被聘為何則文旅推薦官 當日 郭有才發視頻稱 為讓參加春季高考的學子 可以盡心學習 將直播的位置 從何則南站 轉移至何則國花博覽園 5月20日 何則南站發布公告稱 鑒於5月至7月 考試比較集中 為營造良好環境 何則南站 將不再舉辦各類文娛活動 何則南站附近一名商家表示 隨著郭有才轉戰國花博覽園 以及南站出臺 禁止直播的通知 這邊的人氣迅速下降 不僅主播全部離開 連附近租賃攤位賣零食小吃的小販們 也紛紛離開 5月22日 郭有才在山東合則國花 博覽園廣場直播後宣布 將停播三天 表示要去學習學習 郭有才背後最大的受益方是誰 為保障郭有才的網紅效應 據封面新聞報導 合則市牡丹區方面已成立了網信辦、宣傳部、團委、文旅、城管、公安、司法等部門組織的工作專班 合則市委宣傳部工作人員曾稱 整個郭有才事件發生期間 我們與平臺幾乎沒有對話 現已對合則南站直播的非正能量網紅採取措施 就在5月21日 很多外地主播發現賬號被限流 甚至不少直接被封號 平臺給出的理由是以社會熱點事件或人物未學頭搏眼球 有微博博主評論指 郭有才就是互聯網平臺捧出來的工具而已 平臺是郭有才最大的資本方 就像快手平臺捧的寶君、嘟嘟姐、上帝二哥 就是給平臺引流量的 傳遞一個讓老百姓啥也被幹了 趕緊加入互聯網 你也可能一夜之間成為網紅 另外 據網友25日探訪郭有才直播現場的視頻顯示 當地官方派出警察、保安在現場維持秩序 電信運營商派出了應急通信保障車 保障信號暢通 網友評論感嘆 沒火之前被人驅趕 火了之後有人為你站崗 多麼魔幻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生 被視為長生不老的上等補品 在韓國出產的高麗參 含有活化機體作用的多種有效成分 可增強免疫力 使疾病無法入侵 被稱為萬靈補品 高麗參分野生與栽培兩種 由於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藥用的人生又有 生曬生、白生、紅生等不同的成品規格 玄寶黑參口服液 以百分之百韓國優質 六年高麗參為原料 根據朝鮮王朝醫學寶典 《東一寶劍》 記載的九針九鋪方法純手工製作而成 高麗人參含有34種 人參灶代成分 遠高於西洋參和三七參 另外 人參灶代 RA、RF、RG3、RH2 為高麗人參獨有的成分 經九針九鋪製作後的黑參造火兴致進去 一年四季 及任何體制人均可服用 解決了人們長期關注的 吃高麗參上火的問題 提高了有利於人體吸收的 多種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參灶代 而G3的含量比鴻參高八倍 人體對玄宝黑參中的人參灶代的吸收率 高達80%以上 是鴻參的六倍多 是白參的16倍 點擊視頻下方的鏈接 輸入優惠碼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費郵寄 這期新聞就為您播報到這裡 謝謝收聽 下次再見